别 打倒顾山城 打倒西平 打倒顾山城 别 打倒顾山城 打倒西平 打倒顾山城 别 打倒顾山城 打倒西平 大家好 上海浦东3月28号先行封城几天以后 现在封控已经是开展到整个上海市了 那么到现在为止 上海这个商业金融航空港口物流中心 现在处于全封闭状态 商业还有日常生活已经被严重打断了 医护还有其他辅助人员 批于应付全市市民的隔离 还有检测 向市民提供最基本的就是蔬菜食品 这个是已经上海的资源 社会资源 人力资源基本上已经耗到极限了 那么现在就是在社交媒体上 很多人对于就是严格禁足 就是居家隔离 不稳定的这个食品供应 还有隔离中心 糟糕的这个卫生条件 表示不满 还有沮丧 那么现在随着这奥米克隆 变异株感染激增 上海在进入全市封城以后 面临着就是比较非常严峻的压力 上海多数的感染者 其实属于他是无症状感染 但是现在中共当局呢 他就是严格这个清零政策 而且就是要求就是检测 追踪还有集中隔离 所有的感染者啊 那么网上现在传了一个视频 视频就是说这些就是婴幼儿 还有儿童被迫跟分父母 就是分开进行隔离 就这个视频在这个微博上 疯传就是引起的就是大家 很多人的愤怒啊 就说你这个太不人道了吧啊 你就为了这个清零政策 你就是严格清零政策 你这父母把你婴儿 然后就跟父母都分开了 这个有点就是太不通人性啊 那么刚才这个视频呢 就是说也是最近上传的一个视频 没有办法了啊 没有办法忍受当局 严格这个防疫政策 那么上海这个男子呢 跟防疫人员发生争执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 他就高喊打倒共产党 打倒习近习近平 视频当中可以看到 可能应当是他老婆吧 就是喊着他的名字 他说那意思就是你 你千万别说你 你说其他的都OK啊 就这几个字 打倒共产党 打倒习近平你可千万别说 这是祸及全家 猪连九族啊 那么这视频发到就是海外 以后网民呢 就是很关注啊 那有的网民就担忧 就是这个男子这个安全啊 就是说 说出来之后 上传到这个微博 上传到这个 就是推特上以后 会不会对这个上海 这位市民啊 就是造成这个安全 比较担忧啊 他也有人呢 就是比较赞赏 这上海这男子这勇气 他就说什么 总算喊出来 这个灾难的源头是什么 啊 终于有人喊出来了啊 星火可以燎原啊 上海清醒的人还是多 一旦到临界点 就成了气势 其实呢 我就跟你讲 大家没看到 以前中国共产党 他以前很多的工人运动 他都是从上海开始的啊 上海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人运动啊 就搞运动的这个传统啊 哈哈哈哈 中国现在这个防疫政策 已经基本上 他是在向政治维稳化方向转化啊 那么现在就是中国 他原来本来是上海抗疫 一个模范城市 但是三月份的疫情爆发 他以来严格的这个防疫措施 已经严重的 就是影响到民众的 就是日常生活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现在所有的就是商业 航空还有港口物流啊 金融全部停掉啊 现在就是说包含行业 因为就是防疫过度 导致民众就医延误 而不幸死亡的事件的事有发生 那么现在中共上海官方应对这个疫情 引发的不满呢 有一个上海一个记者 在网上发的一篇文章啊 其中提到了计划经济 他就是用计划经济来暗喻政府防疫行为 行不通 这篇文章 他这个作者是谁呢 他叫陈继兵 陈继兵呢 他是一个上海一个记者 新闻评论家 他曾经呢 就是任上海经济报 记后来的就是第一财经日报的副总编 上海商报的副总编 那么他在微信公众号 有个叫独角经工作坊当中 他就撰文直指上海 你现在就是全城静态管理 现在反正名词是发明的越来越多 什么叫全城静态管理 其实不就是封城吗 那么就是在封城下实行这个计划经济 那么计划经济的状态呢 他是在防疫过程当中出现混乱的结症点 换句话说 你现在你在所谓用计划经济 就这种模式来进行这种 就是所谓你的清零政策 执行你的防疫政策 就是根本的乱源就是在这 那么这个陈继兵他表示 就是说他举了一个例子 举了几个例子 他说上海东方医院有一名哮喘病人 因为拿不出来两次核酸检测报告 然后被拒绝就医 事实上呢 这医院的保安呢 他也没办法 他说我也在尽职割手啊 这尽职割手 当然是代言号 他说我也在执行我的职责 对吧 因为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 计划执行者唯一正确的处理方式 就是实行上级下达的命令 严格执行 你上级怎么说 我下级怎么办 我不下级 我不需要你多考虑 我只是执行严格 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 他又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在上海当今这个政策之下呢 有一个常年啊 就是洗肾的一位年长的一个患者 千辛万苦拿到两次核酸检测报告 因为他年老多病的 没有办法前往医院呢 他的子女所居住的社区呢 是在七加七这个封控状态下 那么陪同这位患者就医啊 就需要获得有关部门的 就是闭环运转单 或者闭环运转车 报送到区域级的疾控中心 因为过程非常复杂 居委会接到 然后医院啊 疾控中心还需要就是需要核实啊 那么啊 给给这个老人造成了 就是非常的不方便 他呢 陈济宾就在他文章里面 他就指出来 这个就是计划不如变化块 也就是计划体制当中 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 换句话说 计划经济 他是死的 死板一块啊 那么你我我们现在就是在防疫政策当中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实际情况实际处理啊 呃 实际问题啊 就是然后我们再实际解决 有没有变通 可不可以变通 那么在计划经济下 他暗指的话 现在是不能变通 换句话说 现在所有的就是上海防疫 一直是变成一个政治维稳化 变成一个变成一场运动 大家看到没有 有点像那个就是电影里边那个 啊 啊 谢进拍那个啊 电影芙蓉芙蓉震到最后 就是他那个疯子 王疯子 他不就说嘛 运动了运动了 实际上现在这上海 他政府这种清零政策 实际上就是在搞运动啊 陈济宾他在文章里面写 他说什么 越大的经济体 分工合作 越复杂 社群啊 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呢 就越不可行 这就是为什么 我之前一直坚持上海 不可能封城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城市越大 计划就越不可控 执行的难度呢 就也就越大 但凡经历过 这是我个人的评论 但凡经历过60年代 70年代 就是那种票证经济 计划经济体制下 对陈济宾所说的这句话 是深同感同身受 城市越大 计划就越不可控 执行的难度也越大 为什么 因为中国执行市场经济 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你让他一下 一下又突然回到 就是以前计划经济那种死 死板 就是死守 防控 就是那种死板的 那种操作管理之下 人们是一时接受不了的 那么他也表示 换句话说 他写这文章也比较老道 他文章里面 他要讨论 他说什么 我这文章讨论的 并不是封城的抗议政策 政策的优劣利弊 而是要引起读者 就是他的感受 还有观察 真实的计划经济 究竟意味的是什么 那么我个人觉得 他说的这话 还是比较委婉的 口中他所谓防疫计划经济 翻译过来 其实就是防疫的独裁体制 他的意思 只不过他在国内 他不敢这么说 他只不过就是说什么 我举一个例子 像你看以前计划经济下 人们是多么的死板 多么的矮板 他指的是这 你在国内 你当然不可能 就是随便说了 对吧 你不可能说独裁 这几个字 你要说出来独裁体制的话 你暗指谁 对吧 大家一听都明白 他在文章里面 他呢 就是还有 他写了一段 他什么 他说这几天感到一丝欣慰 甚至欣喜的是什么 数位平生的上海市民 为解决生活当中发生的困难 而展开的底层自救 比如说抢菜 帮助就医 还有做志愿者 这句话怎么讲呢 大家反正个人 有个人的理解吧 他自己说 对于底层的自救 比如说抢菜 帮助就医 还有志愿者 个人还感到一丝欣慰 好吧 我们这段就先说到这吧 我们再看一下 刚才开头那个视频 因为刚才开头那个视频 就是说 他这个男子实在是太愤怒了 没有办法忍受 就是当局严苛 这个防疫措施了 对吧 他要吃饭 他要活着 这帮老百姓他要活着 你现在一下封城 有些从上海 他说三月初开始封城 一直封到现在 没吃没喝的 你包括那些病人 就是你要做这个透析啊 洗肾啊 还有包括那个哮喘病人 他要及时就医的 你这些人怎么办 你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 人民的生活安全 严重影响到人民的 就是他这个生命的安全了 你不打倒的话 你怎么办 好吧 这段先到这儿 去把衣服吓 去把衣服吓